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大盘中错了 中错了几点 中错了298点 很多同学都在这想 完了开盘就卖股票 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还在买股票 我们金国光 昨天掌停板 今天开高 怎么可能去追 我有告诉所有的会员 跟所有电视观众 金国光过了35块 我不会再call买 但是33块多还可以买 好不好 就讲这样 我们今天还在买 今天有一个同学 跑到我们公司来 参加会员 为什么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老师 买什么股票就讲什么股票 对不对 当初我讲我买吉帽 他说看电视 都赚得比他老师赚得还多 28块涨到80块 那我说吉帽的接班人 就是金国光 26块我讲我就开始买 27块28块30块30块 31块32块都在买 我今天还买收盘价 来看一下今天收盘 对吧 老师昨天涨停板 昨天涨停板 今天开盘去追 没这回事 老师拉上来会涨停板 你们自己去追 我们man我们的关系 我们跌到 今天有一个同学买在33块3 礼拜也没什么低点 老师的抠讯我们看一下 你们有注意到 我们同学来看一下 这一天的高点是多少 33.65 对不对 然后昨天涨停板就过了33.65 对不对 今天回到33.65以下 当然买 这一根黑鸡棒的 其实没有打到这一天的收盘价 是不是 这一天收盘价 开盘价328 大概328就是低点了 我大概这样 328刚刚好就是五日线 对不对 告诉你还会再涨 其实它很厉害 你看它五月份 大盘跌得跟猪头一样 它从25块左右涨到35块9 涨了11块钱 四支涨停板 六月份你看它怎么标 五月份涨四支涨停板 六月份大概 也可以涨四支涨停板 你要不要赚 今天有同学来参加 他就说 老师我看你的节目 你买什么你就讲什么 我跟着你做都赚钱 我也希望你赚钱 对不对 来看一下这个 金国光 各位同学看一下 金国光 三支涨停 跟所罗门一样 所罗门翻倍 台股昨天跌了100 195点 外资卖了200多亿 今天外资应该还在卖 现在外资大概不只卖200多亿 主要是台积电跟鸿海 今天保证也是卖台积电 金国光已经三根涨停 月洲同步翻多 它是亚马逊的供应商 亚马逊 所罗门从36涨到182 那金国光会涨到多少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加Line 加Line 加Line我会告诉你 明天的高低点 因为明天 礼拜五啦 礼拜五 明天礼拜五 看一下IP 2850 我今天有一个清代会员 因为美国股市大跌 他问我老师可不可以买 他挂2850 我说可以啊 你买得到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 2850真的买到了 马上拉到2940 他说老师我要不要冲 我说不要冲 还会赚 好 不要冲还会赚 不要冲 不要冲都不要冲 不要冲都不要冲 四星2850 创意我们因为已经卖掉了 卖掉一半 如果不要撐掉主权息 你看创意就上不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 爱普 开低你很想卖对不对 外资投信资金商都在卖对不对 开低以后为什么往上拉 我今天的call信叫会员低买 最低多少 354 老师这里有大单 60张砍出来 我们刚才60张 哪一个猪八戒 哪一个猪八戒 我连看都懒得看 63张 355看到没有 怕你买不到 怕你买不到 63张把它砍到355 终于你买到了 355 老师你不准 没有到368 没有到368 你355买到拉到362 尾数是24548 那你不卖也没关系 今天有一个同学还做当冲 老师 只要看你的稿子就可以做当冲了 老师 你再写355 你再写355 来看一下 今天又有人感谢我又赚钱了 又有人感谢我又赚钱了 来看一下看一下 355 他买355 他冲360 随便 随便啦 有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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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对不对 M31低买 美国股市大跌 你敢低买吗 你敢低买 1000亿以下你敢买吗 你敢买吗 马上给你拉到1150 老师尾数又是5 1150 抽 爽 好来 齐红双红 你要他涨到天上去 我随便你 我告诉你他今天没涨 他今天开盘连高点都没有 对不对 拜托已经涨到800多块 你还涨到多少 1000 齐红涨到1000 艾浦不是涨到5000了 怎么可能啦 都不可能 对不对 威胜 你看 今天不知道哪一个猪八戒 把威胜卖到最低点 老师美国股市到底 你卖掉就被人家买上来 最低 115 老师尾数又是2 又是5 又是8 有一个同学 他买115 卖120 我交的25 2580 来 威胜 会员一扣讯买 对不对 在这里 细微这些都不要讲了 每天晚上花很多时间研究筹码 再配合隔天的量价来操作 我希望大家都能赚钱 有的同学说 心情不好 身体就不好 有一位智者告诉我们说 如果每个月可以赚10万赚100万 那心情一定很好 那身体就会好 你不要去找诈骗集团 老师 今天来找我那个同学 来参加会员的同学 他跟我讲一句话 老师我一个月赚1万就好 我说不要那么客气 好不好 一个月赚1万 太少了 好不好 一天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要说多 好不好 说多 一个同学买爱普 买355买一张 卖360 扣掉手续费3000块 美国股市大跌 大跌 大跌是怎样 大跌是不能买股票就对了 大跌不能买股票 看一下 买股票不用追 买爱普 358以下买 其实我扣的时候 大概是在这里 我没有扣355 因为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到355 买了以后就上来 同学你要的扣讯 是不是这样扣讯 还是 美国股市跌 我们今天不动作 没有关系 同学 我们尽量把握 每一天赚钱的机会 好不好 来 跟你解释一下 今天的金国光 有网路说 金国光今天去赔钱 笑诶 昨天涨停板 你今天开盘试价买 你不是hold大 你不会看K线 我教你看 你看一下K线 它这个高点 是不是回撤这个高点 刚好在无视线 老师今天报大量 我用小时线给你看 小时线弯下来 对不对 对不对 跌下来对不对 我用半小时线给你看 跌下来对不对 我用15分线看 GoGo要往上 我告诉你 明天的开盘价 如果没有错的话 大概是3365到338 好不好 同学 他今天的均价是在这里 好 我告诉你 我连股票的开盘价 收盘价我都会知道 而且量 来老师 你这个不准 老师你说355很准 但是没有到368 最高才362 因为量不够 量不够 来看一下 量不够 对不对 但是明天高低点是多少 你来找我就告诉你 好不好 明天高低点是多少 你来找我就告诉你 好不好 快要进广告了 同学 人家都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要开始跟我赚钱了 你每天在看我的节目 每天在追高杀低 老师 晚上那个美国股市 好像又在跌 没关系 明天我带你 好不好 同学 当冲隔日冲 就像我这里讲的 就像我这里讲的 当冲隔日冲 拨断冲 实际操作 非保证获利 进广告 传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 专业无物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 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带进 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零二 7725 9668 贯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 专业无物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 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带进 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零二 7725 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 股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同学 有一个消息 我讲给你听 其实网路上是有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 这不是我讲的 在网路上 这个是摩根大通讲的 来 看一下 同学 看一下 大辉达特快车 大摩点名 国内三家公司 有涨五成以上的上涨空间 这不是我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然后同学就在质疑 哪三家 亚洲七雄 大家回答特快车 大摩看 四新 四新现在如果是2800 2800涨五成 就4000块 还没有过新高 对不对 金星科 金星科我们 我们已经获利出厂了 我们500多块出 我们出在这里 出来这里以后我都没买 都没买 我讲真的都没买 好 再来 金星科 艾浦 有没有看到 亚洲七雄 大辉达列车 大摩点名 四新 金星科 艾浦 五成上涨空间 艾浦如果五成上涨空间的话 现在的股价我们以三百六来算 三百六加一百八就是五百四 五百四就是五五五 对不对 没错吧 如果说四新 两千八 两千八加一千四 就四千二 没过高点 好 这个是大摩讲的 不是我讲的 不要说我们乱预测股价 我预测比他还高 我预测比他还高 在这里看 回答连日飙涨 再刷新天价 过去一年来涨了184%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三档股票 四新 金星科 跟艾浦 他为什么认为会涨五成 因为很简单 因为很简单 今天四新举办的法说会 他说 现在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技术 不是旧的技术 最新的技术 很多的IP股 ESIC 他要跨入这个门槛 非常的难 非常的难 好不好 来我再跟你看一个消息 同学再来看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 我直接在这里都跟你讲 这不是我讲的 这公司老板讲的 艾浦今天为什么 外资卖也卖不下去 今天外资卖一点点 卖不多 来 看一下 他在股东会的时候他讲 艾浦他独创的叫VHM 对不对 这个技术可以增强AI跟HPC的效能 是目前市场唯一的选择 基局获得客户的认同 对不对 第二季电子处于传统弹季 但是他IOT较为平淡 但是因为他在这个专业认证之后 好 讲到这里 外资说三档IP股 四星金星科艾浦可以涨五成 你信不信 我不知道 但是大盘中错 视线开地走高 你买的吗 你没有放空就很好了 老师为什么没有创意 老师为什么没有创意涨五成 创意已经从1100块已经涨到1600块 1580了已经涨五成了 创意这样已经涨五成了 1100到1580 不是已经五成了吗 还不到啦 快了啦 那创意已经涨五成 那再涨五成不是创天价了 不是创天价了 所以他没有写创意 1500再涨五成就2000多块 创新天价了 那老师那创意就不好咯 不对 创意因为6月3号要除息 所以我 没有老师这样的吧 连麦都跟你讲 同学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里买这里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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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卖掉了 我上节目当天就跟你讲我卖掉了 赚了1000块嘛 那我在1550以上卖掉了嘛 当然有的会员卖到1560了 那随便啦 不差10块钱 但是真的卖掉了 那我们除完席之后我们要再买 好不好 同学 不会啦 6月3号就除息了嘛 所以同学 加LINE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好 我们这样讲 我们这样讲 来看一下 今天的爱普 对不对 是不是老师最低点完全命中 对不对 好 老师那明天会不会过三五八 好 同学你们看不懂 我在这里跟你讲一下 好 我们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我问你 他今天是不是刚好打到五字线跟月线 他月线已经站上了 来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创意是不是头肩底 左肩底部右肩 创意是不是 你看创意为什么头肩一直买 因为很简单 他是过了月线才开始买 过了月线才开始买 那一路买一路买买上来 对不对 因为他们按照技术会 你看老师创意 头肩卖在这里 对啊 卖在阿呆股 再开始追回来 对不对 他要除息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四星 四星的月线慢慢扣低 所以月线不会破了 所以老师才要写月线 五日线刚好2845 现在2850 所以你今天敢买2850 你就赚钱了嘛 四星搞不好将来又跟爱卜一样分割 跟那个辉达一样 辉达太贵 四星太贵一般投资人也买不起啊 我只有清代会员才买得起啊 一张要两百多万耶 你买得起吗 你也买不起啊 对不对 小蜘蛛买不起啊 小蜘蛛买不起买什么 小蜘蛛买不起买什么 老师多照顾你啊 小蜘蛛买不起买金国光 对不对 金国光你看 你认为这样标完就结束了 不可能结束的啦 这个缺口都要没有补 还会再上去啊 但是很多同学很奇怪 有的同学在LINE里面跟我讲 老师我买35块 所以这样你去追啊 35块也不会赔钱 我告诉你 我只要清国光过35块 我的call信不会再call买了 我今天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新会员再买了 33块 33.35 来 讲话要有评有据 有评有据 那你加LINE以后 我会跟你讲说 这个爱普会不会到555 有看到了 所以同学不要一直追股票嘛 不过买35块也还好啦 明天搞不好就过35块了啦 明天搞不好就过35块了啦 同学 我在这里我只告诉你 每天晚上花很多时间研究筹码 再配合隔天的量价关系来操作 老师不会带你去追股票 老师不会带你去追股票 对不对 你看一下今天细微 又攻到涨停板 同学细微 细微我在哪一天告诉你的 5月14号 5月14号我写细微 当初的股价 以收盘价来说好了 250啦 今天来到多少 快400了 老师要有证据 5月29号里面写细微 5月28号里面写细微 5月23号里面写细微 对不对同学 都有写啊 因为我太多张啦 我一张一张拿 一张一张拿很累 我也不要一张一张拿也没意思 节目时间也快到了 明天欢乐周末 明天礼拜五 想不想赚一点钱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 去打个牙记 同学 好不好 有钱之所以有钱 做的安详的跟你不一样 好不好 同学 有钱之所以有钱 做的安详的跟你不一样 不管当冲 隔日冲 波段冲 都要让你赚钱 好不好 加来 加完之后 把明天的高低点 就像爱普这样 高低点给我拿到 爱四星给我拿到 你今天这两只就赚钱 M31给我拿到 今天赚60块钱 祝大家明天 周末愉快 一通电话 只要一块钱 同学 赚个一万两万 不要说十万八万 一万两万就好 好不好 祝同学 周末愉快 谢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